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太平洋专业的君录 你的注册建筑师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还要是跟大家提同样的事情 请大家帮我们做四样事情 一请大家订阅我们 这个订阅是免费的 在旁边小铃铛 哈喽小铃铛 另外旁边点那个全部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 其他的一个视频 而且呢 给我们一个赞 希望大家因为你的赞 越给了我们多的话 我们越多赞 我们平台就会把我们的video 传给更多的人 而且也请大家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比如说是 订阅的 也可以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或其他owner女朋友市场 希望盖房子的 也可以分享给他 还要给他们留言 留言是给我们评价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给我们 我们会每一条都会看 我们也会回复你的留言的 今天在开始我们那个topic 这个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topic里有很多 有看有问过我 只是一直我在讲资料 这时候我发现哇 很多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而且是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就发现呢 可能要分开几个不同的视频来讲 所以今天呢 我只会用一个很general overall 这是一个概括的方式 可以introduction 或者概括的方式 来讲一下我们的那个视频的内容 那今天是什么 什么内容呢 今天讲的就是 我有客人问 Junior我想买海滨的房产来做盖房子 你看可以吗 就是买那个ocean farmhouse 对着海的房子 可以吗 OK 那这个题目 哇 夏威夷好多 我们的美国人 事上我们有很多客人 比如说是移民来的 从另外的外州搬过来的客人 哇 很多人在美国本土 它内陆的地上没什么机会是碰到海 对吗 好多人就 哇 在夏威夷整个是海岛 我们的Hallelujah 就整个是海岛 沿着海岛一个圈 都是有一种ocean farm的 property 但这个很喜欢 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就是哇 梦想自己有一个房子 哇 背后就是海滩 我打开后 就去的跑到海滩去 你看 电影都是这样子 哇 跑 从个房子 跑到海上去 拿着那个冲浪板 就跑上去 哇 多么的帅 多么的浪漫 是吧 那那个是很好的梦想 所以还有CNN 就可以这样喜欢这样子 但是 我是跟大家说一下 在夏威夷 如果要购买 ocean farm 海滩 海滩房的 那个房产 来盖房子的话 实际上是不容易 做的 是难度挺多 挺多的 今天我就把 那个有不同的挑战 我今天就把那个 两方面的挑战 来盖回一下 就是一个设计方面的挑战 或者是建计 就是那个construction 建造方面的挑战 就是难度 来跟大家说一下 让owner 如果你有心 想买 那种 ocean farm property 海滨房 海边的房 那个房地产的时候 或者靠海的房地产的时候 也要想清楚 就是三思而后行 那想一下 那当中今天有几个条目 我没有分现后 就是随意 随意我拿来分的 没有说哪一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实际上所有都很重要 缺了一个都不行 所以呢 你要 我就是写的时候 想到哪一个 就写哪一个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 先说第一个就是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海边的区 一般很多是洪水区 flub zone flub zone里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 是AEVE 就是说它水来了 会降起来 然后水退 它会退下去 然后盖房子 你只需要 make sure你的房子的 那个finish floor 就是那个 你的地台 要超高过 这一个 那个线 那个AE 那个水平线 就是当洪水 下雨 水来的时候 会涨到哪一个高度 你的 你的房子的地台 就比这一个高 OK 所以这一个 是一个简单的 但是当中呢 那谁知道多高呢 那就需要 engineer去帮你算 帮你去certify OK 然后设计师 那个architect 帮你设计 那两个是比较AEVE 都比较容易简单的 这一个是比较困难 或者是挺困难的 是AEF AEF AEF是什么呢 是floodway的意思 就是洪水的路径 洪水的路径 什么意思 就是当洪水来的时候 它有一条路 一个path 那一路上来 对吧 然后到底 那个storm 那个 打那个 暴风啊 或者是那个 hurricane 走了以后 它洪水可以退 那退的路径是哪里 如果你的property 刚好在那个路径上面 那你的property 就在AEF的里面 在AEF里面的话呢 就差那个 当中的过程 就差很远了 因为你需要做一个 叫floodway study 还要申请一个 叫floodway permit 就是要证明的 就是说 你这个房子 该的房子呢 不会挡住水的流向 而且不会增加 那个flood 那个洪水的高度 为什么呢 想一下 如果整个路径的话 这个洪水排水的路径 进来排走 上面经过20个property 20个不同的地 那 然后你在上面 每一个人都盖一栋房子 都盖着很大的房子 你想象一下 就是 那你就会 这个 就会做成了 可以挡住了水 而且呢 因为你占了面积 所以水进来的时候 它会整个水面都会提高 因为水量还是一样 但是你占了很多的面积的话 那水就会升高了 而且呢 退水的时候会更慢 对吧 那就影响了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 Seed 跟我们Seed 都不容许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做一个 Flightway设计说 证明你不会增加 那个水的那个高度 OK 那这个过程也是 又要需要 Civil Engineer 或者是那个 Hydrotic Engineer 这两个Engineer去做 当中的过程 也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做 所以那个也是 也不便宜 做这个设计 那你还要拿了这个 Flightway Permit之后 才可以做你的设计 才可以做的 Building Permit 那Flightway Permit 比如说 我随便挂个房子 然后进去 就可以申请故事 你还是从开始 开始的时候 Architect 就是先要开始设计 跟你的那个 Hydrotic Engineer Civil Engineer 去研究 怎么做 怎么设计 然后把那个Sketch 把那个设计 送到DPP去 然后说 我这样设计 行不行 然后呢 他如果DPP有comment 就亏来 来来亏亏这样子 到最后 OK DPP上行 OK 你这样子 就不会增加 我就让你这样做 那拿到那个 Flightway Permit 你才能 继续做 下一步就是 你的Building Permit 所以当中的时间 会拖得很长 OK 那另外一样 取了Flightway以外的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Sore 沙水道 这是沃水道 不是沙水道 是沃水 排屋 好多在那个 呃 沿着那个 呃 海岸线的 Property 特别是在North Shore 里边呢 好多都是没有 那个 呃 排屋的 就是没有City的 排屋线 就是Sore Line 那就更成了 需要怎么做 你需要做一个 呃 那个 发分 那个发分词 跟那个 呃 那个 深排馆 那个 我们叫 Septic Tank And Ridgefield OK 就是用来 因为你没有 City的排屋 那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Permit 需要engineer 说工程师 给你的土木工程师 帮你去跨图 设计 然后呢 还要测一下 你的那个地的 渗水的速度 渗水率 有多快 如果渗水 就是快的话 那你的 渗排馆 就比较小 如果你的土 是不好的 是你的黏土 多的话 这排水 很慢的话 那你是有很大的 木材 做你的 那个渗排馆 的地方 所以这种呢 你不要牵连到 也是一个 那个Civil Engineering 的Design 然后呢 这个Design 还要送到去State 就是州 DOH 卫生区里面 去申请 他们的Permit 那这个也是 你也是付这个费用 而且他时间 要付上时间来到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也很多 Property 你知道我们那个 我们大家 在夏威夷 这个岛上面 都有知道 我们要环岛的路线 对吧 有没有 一个沿着 那个公路走 旁边是海滩 那那条公路 好多 那有一些是 我们的 C里的路 有几条 是highway highway 比如说 Flighten Highway 它是州 State of Highway 就是那个州的公路来的 那个州的公路的话 如果你在 有那个Property 在州的公路上面 到时候你设计的时候 一般我们房子设计的位置 我们还要设计 那个路口怎么进来 对吧 从那个highway进来 那从highway进来 这个路口呢 叫Driving Approach 那如果在城市里面 在City里面做的话 我们就会是 那个Civil Engineering Branch 去审批 对吧 但是如果是 那个州的公路的话 你就需要DOT 这是我们的州的交通局 交通局来审批 就是DO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他们来审批 那他们有另外一套的规矩来看 那个Driving的进口 所以又变成了 你需要另外 也是需要一个土木工程师 去巴黎做这一个 然后还要去送上去 给DOT審柱 也是跨时间 因为都不是City里面的 那取了那个Driving以外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SMA 特别管理区 Special Management Area 那我们City跟State 已经跨分了在原着海 那个岛 原着海边呢 有一个部分呢 相当的部分的地 属于这个SMA 那个Special Management Area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州政府 就通过了一条新的例 去收紧了那个 那个SMA的建筑的要求 OK 那里面呢 分的是那个Major跟Miner 主要的分界线 是在那个50万 就是如果你干的东西 你就一定还是明载 你超过50万以上的 就是Major 低于50万以下的 就是Major OK 是要的 当然说那两种的 不管是Major Major的申请的过程里面 过程都比较长 也是很快时间 而且你需要 另外的那个Engineer 或者Specialist 很多时候是 环境保护专家 就是Environmentalist 这不是Engineer 直接就是 Environmentalist 去做个报告 可以说是 环维报告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还有另外一种叫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就是说你盖这个 那个建筑 是没有影响到 你整个附近的 环境生态等等 这样子 那那个呢 过程里也是需要时间 而且呢 如果是Major的话 当中牵连着更多 那这一部分呢 我想呢 我会看另外在这一个视频 单单讲关于SMA 因为做SMA绝对不便宜 特别是做了Major的话 很要夸时间 也花钱 是需要的 Owner 如果房东你们是 真的叫买的话 特别是做SMA的话 你要真的要考虑到 要夸 这是比较多的钱 去做这个设计 那方面的 OK 那那个是SMA 然后取了SMA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 Sharline Sharline 是什么呢 是海岸线的 海岸线的那个测量 就是要知道 如果你的地 是刚好后面 就是海滩的那一种的话 那个州政府 DNR里面 它需要知道 你的海岸线在哪里 那海岸线呢 每一年都需要做一期测量 这每一年都expire的 所以如果今年我开始的project 你做了一年测量 但是的意志 例如做什么SMA等等 搞得明年 才准备好 要送进去的话 那明年你就需要 你的车辆的人的随便 去再做一次的车辆 看看那个 那个Sharline 有没有往上推 有没有往推高 因为只有一年的有效期 OK 而且呢 那单单你做了那个Sharline 是不是就够了铺子 好像还要给DNR 就提告上 提叫上去 给他们certify 就是他们认证 就说 OK 我承认你这个线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机会就是 因为DNR 他们也会派他们的engineer 下来去看 去测量他们觉得 那个线是不是真 那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是 他们会说 那个线 只是我们的 里面的 average的 那个海岸线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 那个最高 就是 就是那个 一个月里面 那个潮水 最高的那个线 所以有时候 他会叫你把那个线 再往上推个 10尺 15尺 这样子 那如果你最初 第一次测量的时候 测量出那个线 然后你做你的设计 但是如果到了 明年 当你们送上去certify 他说 不是啊 那个线不够 要往上退 多退 15尺 那就会直接影响了 你房子的设计跟大小 对吧 所以他今天 这个做那个 海岸线测量 是非常重要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certify的过程 也是很长时间的 那个都是 又花钱 又是花时间的事情 然后还有最后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啊 soil report 就是那个土浪的报告 土浪的报告 土济报告 因为我们需要soil engineer 给土质工程师 去帮你们做个报告 看看因为很多时候在 源自海岸线的土浪 因为给有海水等等的缘故 可能是沙滩 他的文艺办事 需要报告来 啊 那个测一下 那个土浪的 脊浪是怎么样 然后呢 去给soil engineer 结构工程师去设计 他们的footing 我看过有一些 在海滩上面的房子 很一般下面呢 那个footing 那个一个footing 他们也很好 很多的那种footing 一个就三尺乘三尺 差不多两尺厚的那种footing 或者一起搬厚的那种 水泥顿子 OK 还有好几个 因为 因为要考虑到 虾滩上面的虾 如给风吹雨打了 水被冲走 那个虾 所以那个footing 特别的大 那你看 就跟我们平常在 普通的什么 凯木屁啊 里面好的 这种房子很不一样 普通的在那边 山巷的话 我们做那个 slap on grid 水泥地 就地台四川的水泥 就够了 但是如果在海滩的话 你这样子就不够 你特别做一个 很大的那种水泥的 那种柱子 那种炖子的话 你就多花好多的钱 用来做 做那个基础 跟地基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样呢 这个是刚才我说到的 是只是这个 我们叫那个 是要求你 要做这些那种 是在design architecture design以外的 那那说回来是单 就是说到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 design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一般你看 如果这个是你的dream house 我在海边盖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知道 你盖的时候 一定应该盖得漂亮 对吧 不是普通 每个人喜欢 哎呦 我把那个box一样 那个盒子一样的房子 放到海边去 对啊 所以 但是当 我们设计这种房子 就需要更高的规格 和更高的设计标准了 那所以在这方面 我曾经有一个视频 就说我 我应该请建筑师 还是请一个困图员 来帮我设计呢 对吧 Drasman or architect 那在这里呢 我再跟大家再说 就是如果 在没有考虑买海滨房 这个海滨房产来盖房之后 你更要慎重的考虑 你如果来一些 哎呀 我认识什么人 是他没有牌 但是他会设计 你是不是可能要再生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找一个 没有牌的architect 帮你设计 第一 他能不能设计 利用更高的设计标准 第二 他能不能 他懂不懂去handle 去帮你 去搞 就是那种 刚才我讲的 那么多样的事情 找不同的engineer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他能控制吗 他能够handle吗 对吧 所以在这一方面 如果是owner的话 那你就需要来 再三考虑一下 那这个是设计方面的 那个挑战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建造方面 construction的 那方面的挑战 当然也有关联的 第一个就是基础了 因为有soil report的 而且在沙滩上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需要更强 对吧 刚才我说的话 更强的基础 也说更强的结构 那另一方面也是 需要你的contractor 知道怎么做 而且也要放更多的钱 去做这个基础 对吧 挖地基 当然都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建筑的极栏 那建筑设计 刚才我说了 另外一个是建筑极栏 就是材料 跟工艺方面的要求 材料工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着海的地方 都有海很多海风 对吧 这个稍微 海风缺 海风里面有很多的盐分 当然水分 对吧 两样 两样 对 房子面对高水分 高盐分的时候呢 有一些材料是不能用的 比如说窗户 窗的框 不能使用铝框 铝框或者是metal 或者是steel 那种的那种框的那种frame的窗户呢 在海关的房子都会很快 就可以生 一 可是生锈 如果是steel的话 是杠的话 是很容易生锈 如果是铝的话 是aluminum的话 就直接是 拾掉了 就是给那个 盐分 拾掉 分成粉末 有一些人没有 有经验就是 看一些旧的很旧的房子 他们有铝框的 那个窗户的时候 有时候你没到那个角落 有些粉 就是它那个好像那个metal的那个铝坟 对吧 那个铝坟就是 它那个铝框 这个deteriated 就是那个腹 就是腹败以后 变成的粉 OK 因为铝 它不会生锈 它不是生锈的 它直接夸成 变成粉 当铝碰到盐分的时候 是那种风雨清洗 然后它就变成粉 那如果那个铝框的窗户到 那个海边呢 大概可能一两年就开始看到 利用情况出现 所以那在 如果在 海边的房子 你的窗 窗门 窗门要求就会不一样 对吧 而且呢 还有另外就是那个工艺 就是那个contractor的 它那个手工的要求 因为 你需要更好的 密封你的 那个房子的 那个结构 因为要确保就是 那个海风 那个水分 不会跑进去 你的飞门里面 比如说你是木结构的 木结构 或者杠结构的房子 那你要去 就是要确保 你那个盐分 水分 不会跑到墙里面 如果水 盐分水分 跑到墙里面 如果你里面是 那个青杠龙骨座的话 就会开始生锈 一条 一条 那个青杠生锈 这等于整个分野开始生锈 因为分野是粘在一起的 生锈是一个氧化的作用 所以一开始一条有 就开始传到所有都有 木头的话 如果是木结构的话 水分 盐分进来的话 这会开始 就是那个木头 会化煤 或者是长煤在里面 所以这一种呢 都是很小心的事情 所以你变成 你盖那个海边的房子 你需要 一个contract 有更好的手工艺 那好手工艺的contract 代表什么 代表它贵 对吧 那你要增加 那个费用了 对不对 所以在 就那个海边 房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跟着去提醒 那个owner 那个盖一栋房子 更盖在那个 inland 就是内路里面 或者city里面的 是真的是差很远 如果要考虑的时候 希望里面是能够在 上市 就是说 有这个心理准备 然后才去买那种 海滨的房 海滨的房产 OK 那还有呢 取得 那海滨房产有两种 一种是靠海了 刚才我讲到 就是直接在海滩 另外一种是马路的 另外一边 过了马路另外一边呢 它就没有short line OK 就没有short line 只是呢 它还是一样在 SMA的里面 OK SMA里面 所以呢 基本上你还是要得过 刚才我讲到的 那些事情 都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呢 就是给一个 很一个 general的idea 给大家 如果大家 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喜欢的 大家希望大家 还不要 由于可以 随意给我们 comment 关于英文的 谁的 你的问题 我们会一一都看 都会看你的 留言呢 我会还要回答你的 OK 最后 希望大家 给我们赞 而且呢 订阅我们 还要全出去 share OK 最后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